韋晴公宴 公平的Yoga 恭喜你再去了洪廣的感覺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這就是演唱會 只開一場最大的好處 因為可以卯足全力 而且能量非常強大 今天在這個演唱會上 我真的覺得能量爆棚 而且我覺得很多朋友給我的回應 讓我覺得這個世界也太美好了 因為好像 但是我們真的很認真做這場演唱會 把它做得很精彩 把它做得很到位 所以謝謝大家來參加這個演唱會 謝謝大家來參加Yoga的演唱會 也都是這麼多的老虎公公公 公正月 雖然只有一場但是一場的好處 一場的好處就是傾存力 有這種感覺 對 有沒有因為 因為我們都知道 又加快要去南餅了 所以 來到香港 這一場的演唱會 其實有一點 跟大家告別的感覺 嗯 嗯 因為這場演唱會 結束之後就會有 比較長的時間都會來香港 那 我覺得現在很不一樣 是因為 現在做演唱會 很多演唱會當中的夥伴 或是座上的嘉賓 真的是 很多年這樣 認識我的朋友這樣 大家 出席 然後大家一起美麗來聽我 所以我感覺 我非常感動 好 今天有很多 激情優格的朋友 都來過一場 圈內的朋友 看到我愛人 還有明哥 還有Alan 他們也要去聽你的唱會 這次來到香港 又加也唱了廣東歌了 對 現在已經忘了對不對 現在 當然 這個歌 選廣東歌 因為有的本來是自己覺得 就是他很喜歡美歌 覺得很有意義 那 有的歌就是想要 大家在 就是香港的觀眾 可以在 跟我們一起再多唱 為什麼會選擇 這一首歌 唱的兩個首 一首是 第一首的 對 不知所謂 我也講不知所謂 不知所謂 因為你說靈一臉的歌這樣 不一樣的以外 那我覺得 因為 那個 靈一臉的 沒有女孩現在演唱歌 應該是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唱 嗯 所以 而且之前其實有在一個音樂節 香港的時候 有參加過 嗯 可是那個時候你唱一點點 嗯 沒有唱完整首 嗯 所以這次就 把它做好 然後把它跟大家一起唱 這樣 嗯 就選擇了奕蓮和Eason的廣東歌唱 那 除了呢 兩首廣東歌之外呢 邀請今晚也都是 邀請了你的嘉賓 是不是 我的嘉賓 對 嗯 其實他們 說是嘉賓 說是嘉賓 其實說是嘉賓也可以 但是其實他就跟其他的我們巡迴演唱會當中的這些夥伴們一樣 他們就是這個演唱會的一份子這樣子 嗯 所以其實我們整個表演的團隊就是實際的人 大家會一起努力的拼完一口的形狀這三場演唱會 嗯 有三首歌或者影中演唱會 下一場 這樣會在哪裡出行 呃台北 台北 回到台北 好好珍惜每次這 呃這個口的形狀的演出囉 希望你可以繼續努力哦 又加 明天來到現場就有組繁單位的朋友 那不如在情報議之上呢 也對邀請 主辦機構 玩家 傳媒集團 濕行導師 陳志光先生 Gary 今天是今晚娛樂人公司的行政總裁 許斌生小姐 另外再二名娛樂人公司的董事 總經理張惠光小姐 大股指定信用卡 今天行銀行的Emily 今天也有現場了 藝人經紀 藝人經紀方面呢 就有 來自華爾國際音樂部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許斌尼小姐 就有我們指定電台 好 宣傳的伙伴 七七九零三 做我們的總監 Donald 那麼多位嘉賓到台上面呢 就是 我們大家一起慶祝下 聽說 有一個 我們可以飛過來 有燈燈嗎 噢 有得吃 有一個 有一個 準備你扣的形狀 跟刀的形狀 好 那麼各位合作夥伴 一起和Yoga一起拍照 好 有一個麻煩你 大股要切蛋糕給大家吃 好 好 站近一點 好 恭喜 網磨出來 網磨一邊 Concret & Band 林佑嘉口的名host 隨便演唱會 在香港 今天晚上蒙古此演一場 零足珍貴的感覺 這是Yoga個別香港樂迷暫別香港的大型演出 右手邊 中間 左手邊 好 這邊看看 中間 中間 麻煩你了 321切膏 切膏 恭喜Yoga 有得吃當然還有得喝 有一個足手的儀式 請多麻煩工作人員 本家的工作人員遲來 預備 Thank you 謝謝 麻煩各位嘉賓 我們有一個足手的儀式 好 大家預備 請多麻煩 又加個頭的形狀也超會成功 好 我們上321 好 我們來一個比較齊整的合作一支 321 Cheers 好 現在中間 從左邊開始吧 我預備 對 大家眼光一支 我們拍張合照樓的 中間 還有一個重邊 謝謝各位的朋友 搞定了 一會兒跟Yoga聊天 沒問題 恭喜 中間 OK 謝謝 好 謝謝 各位 謝謝Yoga 謝謝各位嘉賓 好 大家一會兒繼續 繼續喝 繼續吃 恭喜 恭喜 要留意 要留意 影響單人照 是嗎 有 好 好 中正 中正 看中正 大家 隨便要求 大家隨便要求 因為我相信 要求也有一段時間 就是 看不到香港的 朋友 我們 好好珍惜 和他相聚時光 OK 可以站在這裡 OK OK 兩個右加 跟誰唱的 神奇喔 好 加油這邊 看這邊 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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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 OK 好 好 首先我先說 今天的演唱會 真的非常棒 我從中得到很多力量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到現實 我知道焦點會是在什麼樣的地方 尤其 所以 有些要不停地被問 我認為 事實後 我就好好的把我要講的話講 我現在開始講 第一點 我私底下 跟朋友互動 有沒有被拍 對我來說其實沒有差別 為什麼呢 因為 低調 可是 坦蕩的聲音 因為 這樣低調又坦蕩的什麼方式 對我來說 其實非常完美 而且 低調跟坦蕩的量子 其實不超越拍了 這樣才會解決 麻煩的 第二點 因為媒體開了以後 開始有很多的媒體 去問我們公司 或是問我們說 那我跟我的朋友 是什麼關係 我要講 感情狀況這種事情 要不要公開 本來就是基於 男生女生狀況 好多主要 彼此尊重的節目 我從以前到現在 都會希望盡量尊重 女性的節目 我一直沒有練過 我身邊的朋友 或是我們公司 大家都知道 好多主要 第三 感情的事情 真的沒有必要 盼盼來說 縱使在這些風波裡面 有很多謠言 或是斷章全力 或者是擬貼 我選擇沉默沒有回應 只是因為我不想要再傷害遺跡 但是我沒有回應 但是我沒有回應 代表我們不認 第四 我覺得所有的情侶都一樣 要能夠和平分手和緣 他們都需要很多的智慧 跟女性 我認為 我已經花了最多的時間 去思考和相傳過去當中 兩個人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我也去思考 如果這樣下去 你的未來 是不是以後的我 能夠心甘情願 一肩扛起 我到最後才 講清楚我的想法 並且提出我的決定 可能圓滿真的很難 需要很多口氣 但是我要講的是 去結束任何一段人 跟人之間的關係 沒有一個人是普通的 其實我要講的這四個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 痾 今天你也差不多這個時間了吧 我從當中真的得到很多遺憾 所以我也相信 自己 在音樂上面的態度 跟做人的態度 是很差的 那 我覺得今天就趁這個機會 把我的心境 還有想法 態度 把它講清楚 我希望你們操得很痛的好 所以我也會把它整理成文字 放大網路上 因為我希望文化 不用再多說什麼 我們上次有說的啊 等一下 但是今天的這個 演唱會很精彩 一定很多人會 說演唱會不要 我還是會在網路上 整發這些東西 也可以 反正我會 我會整理 然後放大網路上 因為我覺得文化 不用再多說什麼 好